九月開學季各校都會紛紛舉辦新生營隊 不過近日有位中原大學的女學生在網路上爆料 參加戲上合辦的迎新素營 發現小對呼讓人很不舒服 就是這張每句七字的小對呼 除了充滿不雅文字外 內容還影射男性的私密部位 讓女大聲表示本來充滿期待的要去參加活動 現在卻好後悔參加素營 以往的對呼就我知道的而言 都會有一些比如說開黃腔 或者是像那種比較下流的字 只是那個可能會比較誇張這樣子 他們會覺得這種是一個幽默 就是在看個人的狀況 我覺得就還算有一點糟糕吧 就是看個人啦 就是個人心得 可能再修改一下歌詞吧 其實中原大學已經不是第一次爆出爭議 2017年戲學會宣傳海報 甚至用上八個裸體女生的照片 並且還搭配非常曖昧聳動的文字 銀星素營誇張行徑再添一樁 校方今天也書面回應 表示學校收到消息 第一時間就通知銀隊立即做改善 也像這次參加活動的新生生表遺憾 表示不會再發生類似情況 本該是促進學生彼此交流的善意活動 卻因為小對呼的用詞不當 造成新生觀感不佳 也讓學校形象大受打擊 三地新聞十明起崔道雲 桃園採訪報導 上да 五日 九日 五日 specialize 其中一 從 五日 九日